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心思打理生意 每天都会陆续接到叔叔拜拜 堂哥 堂姐 堂弟 堂妹的电话 每通电话都是在说同一件事 叫他接父亲过去照顾 凭什么要刘小草照顾呢 都已经断绝妇女关系了 再说他有儿子 刘小草的无情以来父亲这边所有亲戚的指责 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他们故意把他说成白眼狼给婆家人听 以此来给刘小草施加舆论和道德压力 刘小草的老公伍思远劝了他一句 要不接过来吧 现在他也只能指望你了 历史刘小草眼里燃起群庸大火并嚷道 你少管 就算他死了 我也不会给他收拾 伍思远向他惹怒了皇帝的太监 急忙闪退 这种事他完全插不了手 至于刘小草的公婆碍于群众的口水压力 也会提醒他一下 可收小甚微 刘小草对父亲的痛恨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刘小草这个名字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在父亲眼里是多么卑微 就跟草一样可以随意践踏 父亲重男轻女 从刘小草出生开始 他就没有抱过他一次 甚至因此殴打妻子 骂妻子 不能生出带伴儿的家伙 刘小草的母亲性情软弱不敢反抗 一直过着这种被踩烟头的日子 直到刘小草的弟弟出生 父亲才收起他那张河马一样长 苦瓜一样臭的脸 父母忙于浓活 就把所有的家务都丢给刘小草 弟弟虽然只小了他一岁 却过着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日子 甚至还经常学父亲对刘小草 以止气使的 姐弟关系打脚就不好 弟弟完全就是一个歪瓜裂枣 在校打同学 回家偷邻居家的果实 每次被人告状到家里时 父亲二话不说 直接解下皮带狠狠抽打刘小草 怪他没有管好弟弟 可怜的刘小草一脸委屈 母亲太懦弱 只要敢为他说情也会跟着挨鞭子 弟弟却在一旁冷笑 姐弟俩在父亲那里得到不同版本的待遇 这让刘小草伤心至极 他一度怀疑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 书本上提到的父爱 对他而言就像是遥不可及的星星 那时的刘小草就想着快点长大 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家 生活没有因为刘小草的忍耐和沉默而变得温柔 那是刘小草读初三上学期发生的事 当时读初二的弟弟正赶上叛逆期 经常逃课去网吧打游戏 只要没钱了就跟刘小草要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给弟弟 可弟弟变本加厉 连姐姐的生活费都抢得去 周末弟弟趁着父母不在 留进房间偷了几张百元大钞 事后被父亲发现 他却说是刘小草指使的 本来父亲对刘小草就是一副嫌弃 加上弟弟栽赃又煽风点火的 父亲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抄起扁蛋 就往刘小草背上抡下去 要不是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去挡 恐怕他就这么被打死了 母女俩一个趴在床上 思考如何扳倒命运 而另一个坐在长园 边擦药边流泪感叹宿命 刘小草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 那就是恶魔枷锁 此后父亲每次给的生活费 都是直接扔在地上 让刘小草弯腰去剪 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会吐上一口唾沫说 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刘小草在弯腰下去的那一瞬间 牙齿里发出咯咯的响声 下巴几乎要抖掉了 可在抬起头的那一瞬间 又要故作顺索和感谢 他知道要走出去 必须先活下去 同时也要麻痹敌人 小草也有自己的春天 高二时 刘小草和一个社会青年 陷入了爱情的泥潭 长期缺乏父爱的刘小草 对爱情的期待值特别低 稍微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让他缴械投降 很快他的成绩 从年段前十调到了百名之外 事情立马传到了父亲耳朵里 要说这几年 父亲比较少骂刘小草 多半是因为他成绩优异 给家里贴了不少面子 但早恋这事儿 让父亲脸面挂不住 他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 叫刘小草去死 等于刘小草回到家 又是一顿的讥讽 羞辱和臭骂 若不是 还要靠父亲提供的生活费 刘小草巴不得 永远不踏进家门一步 班主任看到如此一个奇葩父亲 心里不尽一阵稀疏 觉得刘小草非常可怜 和是心痛 于是他决定要好好的 做通刘小草的思想工作 把他从片门拉回正路 经过班主任的心理疏导 和权衡利弊分析 刘小草彻底断了这份恋情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他更加明白 只有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要不断地往前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刘小草终于考上了 他梦梦以求的大学 这回父亲勉勉强强 挤出一丝难堪的微笑 还附带一句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最后还不是要到别人家里掌勺 踏入大学的门槛后 刘小草以为 逃出父亲的手掌心了 他快乐地像一只 被囚禁已久刚刚出笼的小鸟 新的城市 新的学校 新的同学 新的环境 在刘小草眼里 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 闭着眼睛面向太阳 他都能闻到阳光的香甜味 入学没多久 父母便离婚了 母亲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对他说 草 妈对不住你 本想忍到你大学毕业再离 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 你那禽兽一般的父亲 打断了我三根肋骨 再下去 我这条命估计就没了 刘小草心口一揪 眼泪刷刷地往下掉 他知道母亲为了他 一直甘愿忍受着 他说 妈 我没事 你离了好 我为你感到高兴 母亲说 已经物色好了一个合适的人 没儿没女 就是年纪大了一点 准备挑个合适的日子 就把证给扯了 往后的生活费 他能寄多少算多少 剩下的就得靠 刘小草自己了 父亲很绝情 离婚时不准刘小草的户口 跟着母亲 因为他是刘家的血脉 生是刘家的人 死是刘家的鬼 也是从那以后 父亲也没有再给刘小草寄过钱 说他已经尽了抚养义务 后面他自生自灭 也不关他的事 刘小草知道迟早有这一天 只是来得有点早 往后余生 要独自抵挡 生活的暴风咒语了 于是他努力读书 取得奖学金 过于时间就做兼职 比如送外卖 洗盘子 发传单 只要能赚钱的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看到自己能赚钱养活自己 刘小草落下了高兴的泪水 他终于不用再看父亲脸色吃饭了 钱真是个好东西 他能洗刷一个人的耻辱 也可以让人昂首挺胸 大不留心 朝前脉 他变得越来越自信 刘小草凭着高水利 以及四年的坚持工作经验 还有踏实吃苦的精神 很快一家 专门从事护肤行业的外企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过去的苦难 成就了刘小草 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当上了销售部的经理 这传奇 让身边的同事几乎惊掉下巴 只有穷过的人 才知道奋斗的意义 工作两年后 刘小草创立一家护肤品公司 从起初代理 别人的产品 到后来组建研发团队 找代工厂 再后来拥有自己的厂房 他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 公司逐渐由传统的销售模式 转变为抖音直播 刘小草是忙得昏天暗地 他的老公伍思远 一个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弟 在公司创立初期 不断给刘小草鼓励 支持和安慰 让他那颗无处安息的灵魂 有了尘埃落定的冲动 很快两人便约定终生 但是结婚这件事上 父亲又给了刘小草重拳一击 父亲看到了刘小草长本事了 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 二十年的抚养费和利息 一共五十万 不给就别想拿户口本登记结婚 刘小草想狂笑 亲情居然还能用钱去衡量 而且还那么廉价 如果能买断亲情 对他倒是一种解脱 他当着所有亲戚的面 把这五十万丢给了父亲 并声明从此断绝妇女关系 众人都在力劝 可父亲一再强调 他的指望是儿子 女儿只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 今天卖狗赚钱理所当然 最后刘小草在家美发店 书席打扮后直接上婚车 一路上他泪流满面 不知道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而悲哀 还是因为幸福在前方 向他招手而喜 婚后刘小草一心扑在事业上 偶尔听到父亲和弟弟的事情 都是通过堂兄弟姐妹 弟弟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 但是他就像在打抗日游击战似的 打一枪坏一枪 完全没个定性 后来他骗父亲说要创业 实则是网络赌博 短短半年时间 就把刘小乔给的那五十万块钱 输了个金光 为了翻身 他又到处借钱去赌 可越赌越输 没多久家里就被掏空了 他身边的胡耿朋友说 要带他翻身发大财 他很快就真的富起来了 父亲还逢人就说 儿子就是生的好 但好景不长呀 一年后他就被警察给逮住了 原来是搞电信诈骗 因为涉嫌诈骗金额巨大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这下父亲的主心骨彻底崩塌 可能是急火攻心 父亲腿上 静脉曲张的血管轮流爆破 射程不低于一米 最后不得不做手术 大伯来了电话 希望刘小草能去看看父亲 但是他已早已断绝妇女关系为由 拒绝探望 手术后父亲的饮食起居 都是他的兄弟跟侄子们 自发轮流照顾 但是并非都能实时到位 父亲不能自理 又有囚鱼人 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 取而代之的是 对谁都显得客客气气的 他第一次感到 使唤不到自己儿女的无力 真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父亲半月板损坏这事 弟弟入狱后为了赚钱还债 父亲长时间超复合于干重活 两个膝盖的半月板磨损极其厉害 走路都会发出咯吱咯吱响 后来严重到膝盖都不能弯曲了 走路的时候就跟机器人似的 最尴尬的是连上厕所都没法蹲下 渐渐的他就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种日子就像是熬猪油似的 正在一点一点折磨父亲 时间久了轮流照顾父亲这事儿 大家都找各种理由推托 父亲也不说什么 毕竟自己有儿有女 兄弟和侄子们能这么照顾自己 已经是给足了情分 他能想到的只有刘小草 但是想起过去 自己对他的种种所为 便不敢吱声 只能让兄弟们替他去开这个口 他不敢抱有任何希望 但又有期待 甚至他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彻底了结自己 这样大家都省事儿了 傲晚时分 父亲住着拐杖 艰难地在院子里 用火钱夹起被风吹散的垃圾 耳朵里时不时传来 邻居一家老小的欢声笑语 他处在那里很久 那一刻应该是在忏悔 自己亲手拆毁了这个家 随即用手抹了一把眼泪 继续凉凉凉凉凉凉凉的夹垃圾 刘小草的大伯又来做动员工作 说了一堆拔屎拔尿的老套理由 但都让刘小草给顶了回去 为了说服刘小草 亲戚们轮番向阵 前赴后继 但都如出一辙 刘小草索性电话都不接了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刘小草心里极度不平衡 自己遭受的二十年委屈 任由这些亲戚的嘴里 怎么能这么轻撩淡写的一笔带过呢 何况他们已经见证了 断绝妇女情分的场面 当时的父亲是如何决绝 都是有目共睹的 为何今日还要对他 进行道德绑架呢 是不是生了病 老无所依就是理由 仁义和公平何在 想到这些刘小草 愈加愤怒和暴躁 吴思远看着妻子 并没有因为拒绝照顾他父亲 而感到痛快 相反 他心神不宁 烦躁不安 于是他决定替妻子去探望一下 进刘家大门时 吴思远就被眼前那棵 年代久远的龙眼树吸引着 好像是在欢迎他 整个院子都是散落的树叶 目光索急 颓败景象 突然让他感到心酸 屋子里的光线暗淡 还略带一些美味 他推开半眼的门 正看到刘小草的父亲 在地上打滚 口里还翻出大量的泡沫 旁边有个写着草干磷子 样的塑料瓶子 不好 老让人喝农药自杀了 吴思远赶忙扔些东西 给刘小草去了电话 并第一时间把老让人 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去行为 索性抢救即时 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 刘小草却远远的靠在门框 望着带着氧气罩奄奄奄奄奄奄奄的父亲 他的心里竟掀不起一丝丝的波澜 好像眼前这个老头与他毫不相干 在来的路上 他是有那么一点紧张 但是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的安静 妇女之情早已远去 从那天开始 刘小草除去去医院交钱 就再也没有来看过他的父亲了 他请了个护工专门照顾他 出院之后 刘小草又请了保姆 负责父亲的生活起居 自此 父女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有好几次 父亲拿起手机要拨通刘小草的号码 但是摁了又挂 挂了又摁 反反复复几次 他始终没有勇气打出去 最后他想通了 电话就不打了 今日还能吃上一口 女儿给的热饭就知足了 既然孩子不想再任 就尊重他吧 那有啥资格怨他呢 刘小草也尝试说服自己放下过去 可他还是没办法做到 不计前嫌的去伺候一个 曾经骂他是狗的父亲 但是他也做不到完全不管 他能做的就是出钱 只为了良心道德责任 也许有的人还会说 刘小草太退记仇了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也该放下了 毕竟是亲生父亲呢 何况他现在不是也过得很好 可谁又知道 他得用一生的时间去治愈童年呢 未经他人事 莫劝他人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